大家好,我是Alfred 这里是ABC留学疑问 上几期我们已经和大家讲解了 有关于405签证、学生签证丝类等等的资料 今天就等我来和大家讲解一下 在澳洲签证里面配偶关系的定义 无论申请者是申请405签证、学生签证还是Working visa 如果需要对上配偶的话 就必须满足澳洲政府的配偶要求 配偶除了以婚之外 也可以为男女朋友或上面结婚的事实配偶 而且关系也可以为异性或同性 相信很多人都会有同一个问题 这所谓的事实配偶究竟是怎样定义的呢? 根据澳洲法律法规Family Law Act-1975-48A 事实配偶的定义如下 一、双方没有合法结婚 二、双方不是近亲关系 三、考量双方的实际情况 以及在情侣的关系下是否同居 如果在申请学生签证时 需要带配偶作为陪读的话 移民局会根据以下标准 去衡量你和你的配偶关系 是否可持续和是否真实 衡量标准分为八大类 一、移民局会考量你们关系的持续时间 在这方面的资料 双方需要提供个人陈述 要描写大家是如何 彼此支持 度过日常生活和成长等等 第二、需要提供双方是否存在性关系 第三、需要提供双方的财务依赖程度 以及财务支持的任何相关安排 例如你和你的配偶有没有共同支付生活支出 有没有共同的房贷、车贷 或者在你和你配偶的水电煤帐单上 以及租房合同上 是否写着同一个地址 第四、移民局会考量你和你配偶财产的拥有权、 使用和取得途径 第五、你和你配偶共同生活的共同付出程度 这方面需要双方描述 例如平常的監务是谁负责等等的相关资料 第六、你和你配偶的关系是否在其他地区已经成为注册关系 这方面在香港其实并不成立 所以不需要担心 第七、如果你和你的配偶已经拥有子女的话 就需要陈述如何共同抚养子女等等的相关资料 第八、移民局也会考量你们的关系对外是否澄清 以及是否有真实性 如果你在澳洲有PR或者有公民的朋友的话 他们可以写信帮你证明你们关系的真实性 除此之外也可以透过在外面的机构例如俱乐部、教会等等 写信证明你们的关系 以上八项如果都可以提供的话就最好不过 但即使无法完全提供都不需要特别担心 移民局会特别关注你和你配偶的陈述细节 去判定这段关系是否真实 以上已经解决了申请澳洲签证时 如果需要带偶的相关细节 疫情期间请大家多留在家多注意身体 我们是ABC留学移民 多谢收看